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李天怡,欢迎收看《消失的国界》第26集的播出 首先要带你看看这一位,他55岁才创业成功,他投入自己原先完全不了解的生计产业 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,他曾经被昏变,曾经罹患过癌症,他也曾经负债2000万元 但是他都不泄气,最后他创业成功,智力帮助糖尿病患者找到自信 他的年营业额也从原本的10万,达到现在的7千万 生计阿嬷陈灵辉,在糖尿病辅助食品研究得到了非凡成就,获得多国专利 也在台湾生计科技闯出了一片天,阿嬷55岁创业成功,背后有眼泪与成长 又婚姻上吃饭,那这个忽然的,我先生走了,离开我 那又没有什么太有钱,又身体不好 我结果又走出这片天空 陈灵辉从家庭主妇投入生物科技,和当时中兴大学收益系主任毛嘉宏合作 为全球两亿四千万名的糖尿病患寻找解药 其中,增加人体三价格的含量,能帮助胰岛素让血糖进入细胞 就能控制糖尿病,乳品能够帮助人体吸收三价格 于是动手进行三价格奶品的研发 当初人家每个人都笑,怎么可能 糖尿病是个世界大的病,这么大的药厂都做不出来 你们会搞什么,就让我们走出一片天空 阿嬷说,创业不能怕苦,常常以办公室为家 整个橱柜里有活动式的单人床 牙膏、牙刷、换洗衣物都有 创业将近十年,耗尽了家产商议员 公司营业额从十万到如今七千万 升级阿嬷创业故事,鼓励每个人 成功,事在人为 那是53岁,都可以面对现实,你们为什么不能呢